各位,今天星期五 这几天就常常下雨 一会儿开太阳 天宫都喜怒无常 何况我们人呢 那我们 莫先生 在台湾就说很关心 我们香港和祖国的事 祖国近来 就发生了两宗 事件 轰动了整个神州大陆 和政治无关 是民间事 第一件是Benny 姐姐的事 第二件是唐山打人的事 莫兄 你先说两件事 你有什么看法呢 大哥 那件唐山打人事件 我想也不用详细说 因为全世界都 现在军动到 差不多在华人圈子里面 中国或者国外 都知道的了 在6月10日凌晨 那时候有一家火锅烧烤店 有几个大只佬想去调气梁家妇女 轻轻地扫下别人的背脊 谁知道女儿又真的不为所动 喂 那你调气而已 不用打人 结果九个人站起来 还标迎大汉 违打那条女儿 打到别人 打到别人成个猪头 好像说二级重伤 即是昏迷 即是入入 即是头爆了那些 另外一宗就是说 欠泊车 那民主就说 那个是国之委的官太 用几十架Bandy 去曬马吵架 那我又 为什么呢 他很多人的意见 包括成龙大哥 都出声了 成龙大哥都说 这样打人不对 而且旁观的人都不对 因为你路见不平 要拔刀相助 突然之间他就大合上身 当然 另外就说 有个欺客也出声 就是说 澳门阿斌牙区 驹哥 他说是草莽英雄 陆林志士 大仁大义 在这里说 我们这些出来拔刀的 基本上 都是行合仗义的 如果见到这些事情 我们一定要站出来 不能够被那些恶霸 伤害那些弱质吏 又这样又这样 可以见到 基本上 已经是引起了公愤 所以就在互联网上面 大家都谈得 沸沸扬扬 所以我想和大哥 你研究一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 但是那个角度 我想研究 不是说 那些人为什么旁观不出手 其实他们旁观不出手的原因 都对的 害怕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他们这九个人 会打得下手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 你一个大只佬 你过去打他 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女性 已经不对了 你还有几个人过去打 那是不是暴露到一件事 就是说 那个人的心态 现在中国人的心态 就是说 谁带谁握谁正康 第一 就是说 谁官府再远 拳头再近 我打你 有什么所谓 是吧 第二就是 目无法己 如果有人跟我说 我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或者法律根本不会制裁我的 我过去打他 那还有一个就是 人的良知 喂 大哥 你看到别人那么弱质女流 会打死人的 你都要过去打 还要几个人一起过去打 是不是那个道德 道德已经是礼不乐坏 完全是没有同情心 没有正义感 就是说打就打 是吧 那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说 他那个 重林法则 那些人 喂 我觉得说 喂 我有能力打 我为什么不打 所以 沈大哥 你觉得这件事 暴露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 现在中国人的道德问题 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经常说爱国主义 但是爱国 他又好像忽略了道德这个问题 就形成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些人已经不说道德了 只是说仇恨 很简单说一句 那些人经常说 拿回历史出来说 那些列强侵略中国 怎么怎么怎么 所以我们要强大起来 喂 有个问题 别人侵略你是不对 但是你说到 我们要富强之后 那么可以制止到别人 其实根本你强不强 跟别人有没有侵略你 是两回事的 别人侵略你 就是别人不对 就不代表你 你富强之后 别人都有机会侵略你的 所以其实逻辑上面 他们提倡逻辑上面 是出了一些问题 这样说 就是通过唐山这件事 我都有看到这个 那些网上的影片很多段 有些很详细 这几个人 听闻说 即是内地的人 一直都是唐山座威座福 和官家是有勾结的 他一定有后台支持他 所以可以拔骨飞扬 对不对 那他的心态是什么 我看得你起来 你居然不给面 我还没跪跪 那我还用不出来走呢 他说这些心态 这些就是水浮串里面的高头 高太太的儿子 即是似世灵人 那旁边的人是老百姓 敢劳而不敢言 那你知不知道 在内地 原来法律很麻烦 你一手去帮 分分钟你自己都惹祸上身 就不是说举地那些势力 而是那些法律 让你撞车 你撞到人 你扶一下他 他有什么事 你都要上心 就是这些是法律上 有些问题 灰色地带 所以一般人是不敢的 再加上我们中国人 一直都怕事 等于我们小时候读书 我们刚才说人家的事不要来 你管你自己 人家打你 你不要还手 你告给先生听 其实这些教育 从小时候就叫我们 君子动侯不动手 人家动手你就挨打 好了 就造成我们长期来 中国人很少有好打不平之心 所谓好打不平 是时候讲的 就是成龙大哥 如果那天成龙两个人在 你问他他会不会出手 他都有个询问 知道吗 时候恐明是人都可以 但反而你说崩牙区 我相信他会 因为区哥如果在这些地方 他不会一个人 他都有四五个人在 他真的会进来制止 我就相信崩牙区 我就不是很敢相信成龙大哥 为什么呢 因为区哥过关风浪 见过世面 打过 从小打起 他对这些场面 他不会惊 还有他不会一个人在那裡 他身边一定是四个人跟着他 这些都是平时打惯的 但区哥最近他发言的时候 那张照片都好像很老下 不行 就是后面站着那些马仔可以 你明白吗 区哥在那里 我绝对相信他出现制止 不知道就打 不用他打的 后面有人在那里 那些一个打五六个 不是简单的 跟着他 就不能一个打一个吗 但是成龙就两体了 是吧 老实说 成龙在影片上的功夫一流而已 事实上能不能打呢 就是有階段 街头搏击经验 我相信他不是多 他大师兄多过他很多 对不对 在电影上的功夫 都是巧妙的东西 如果真的这样呢 我就不太相信 但是区哥拔刀相助 我绝对相信 就是不是说 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 也不是成龙 你是一个明星 你要出手 你想想 我能否制止得到 当然 你是成龙 可能是给你面子 因为你幕后 都有很大的势力 那他给你面子 如果你说 用努力去制止这班人 未必可以 但这班人 都是丧生病狂 平时作威作福 习惯了 就是唐山岳伯 知不知 他一捉进去 放了他出来 事有接光山 公安厅 插手 才捉回来 否则就算了 那几个女孩也不幸 就是会这样 但相反 通过这件事 我认为 现在我们内地 那些女人 比男人勇敢 比男人 你是否见到 他石头部去劝交 没有男人去劝交 很多事情 我见到女人 挺身而出 男人就袖手旁观 如果一个国家 男儿是这样 我想问 你怎会和人打仗 对不对 他没有人害怕 男人不敢出声 女人勇敢过男人 不妨我们 早就把女儿兵 和人打仗 这一点合不合 第二点 你刚刚说到 列强入侵我们中国 所以我们强了之后 我们都要自首挖脚 我素来都不是很赞成 你说清援 民作 那么多外国人 来打我们中国 首先我要问 为什么 人家要来侵量我们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互败 自己为何互败呢 即宅以心 不吸取到外国的东西 这件事 日本比我们好多 开始的时候 日本和我们 自从有外国进来 要他们开放港口 他不是美国佬有船 他见到人家船这么大 他就以为 以前自己的江湖船 原来不是 他就发觉 我要 学外国 立即吸收荷兰 德国 美国的东西 但我们中国 不是故障自封 还有一个老太婆 将 建立海军的钱 走去做姚和苑 那两边人性不同 那里都知道 我要例精途治 向外国人学财 我们清朝 可不可以学外国人 我们可以了 那就死了 此消彼长 要造成了日后的殖约 即是我们中国人 第一点 最重要 不要认为外国人 不可以学财 我最厉害 外国人不可以 想国家强 人家好的东西 我们要学财 说他坏 你好的东西 我就偷 对不对 莫仔你说对不对 大哥 我最有兴趣就是 想请教一下 那为什么那些人 可以这么无人症 这么暴力 就是对一个这么弱小的人 拳打脚踢 你正常人做不出的 他就是不正常 对不对 他不正常 当然是这样 你一个不正常 你九个不正常 习惯了 他们一动手 就要帮拖 他以为这个女孩 是男孩 打路 都花了眼 哪里得你这么多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这些东西 怎么说好呢 没得说 习惯了 打惯人的 不是现在打的 那些你们看不到 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社会上 有这些人 你不是很出奇吗 你没有看到 那些大伯 在上海执法 你最近 一个女孩 小女孩在那里吃东西 在前面走 四个公安 叫她不要吃 她不拼 哇 一把插着她的头发 提起她 旁边的人 是出声 是不是女人出声 有没有搞错 那样打人 跟着好像捉鸡仔 那样捉下去 你便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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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一个美女 是不是 又矮 哇 几个警察 那样捉她 你看到 也不懂得出声 为什么会这样 我就不知道 中央 通过电视看不看到 这些情形 当然他们看到 但是没有管 大伯这样来搞 我不见到 中央有 命令下来 去查 罚他们 就是他们 免許他们这样做 所以他们就特别 大声 知道中国人 你给了权 我就来的了 没有权 不能说 有权 有权 上头都不出声 你看到 上海 这么多大伯 是有些东西非法的 我不听到 中央 又窄断 那他们 就作大他们的胆 我不想 让他们这样做 大哥 我呢 我也比较 挺喜欢看中国历史 那蔣介石那时候 就很提倡 四为八德 例如廉子 这个 信义和平 那样 那个教育 希望中国人 是有那个 道德思想 我不需要法律去约束你 总之令到你知道 有些什么应该做 有些什么不应该做 说人爱 说包容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说那个宗教 那你信佛的 信耶稣的 什么 你一定不会做这些什么 那现在会不会 为什么 是不是真的 那个中国 没有了宗教 没有了这个 传统的道德思想 就是共产党的 唯物论 他不是唯心论 但是他不知道 共产党的有宗教 就是共产主义 就是宗教 因为他就是唯物论 知不知道 他不信 但是呢 其实他就是宗教 共产的思想就是宗教 所以呢 共产党的中国 是有教 叫共产教 他不信你们的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有回教 知不知道 但是呢 人类 大陆的人民 心灵上没有了寄贪 知不知道 这个很糟 很糟 我不是倡道迷信 有宗教精神 有时候是好的 当你苦难的时候 你当是有菩萨 有天主 你就在心里面 跟他谈谈 解消解一下自己的 互免情绪 对不对 但是现在共产党没有的 什么都是党 那党就是宗教 所以有些人说 共产党 中国是没有教 是有 他就叫共产教 你什么都听了 他说 他说什么都对 你们提出反对 就是你们不对 那造成 只要这个党照着你 你就可以什么都做得了 所以你看到上海的大伯 那问题是这样 很多人没有问到这个问题 很多专家 包括小先生 黄玉敏哥哥 很多元伯伯都没有问 那些大伯的执法 那些大伯的执法 哪个赋予他权力 赋予他权力做错了 为什么中央是没有看到呢 为什么中央没有人来管呢 那就是说 你反过来想 就是中央默许的了 既然你默许了 我感觉到 一两年前 我们香港都是这样 捉住一条年轻 那些警察 那些警察就是这样 这些就是 由上面这种作风传授 拿下来 就是个个都觉得 他犯法可以拘捕他 但首先你看到 你要拘捕这个对象 是什么呢 如果一弱质的学生 又弱质的女流 不顺于过渡的武力 对不对 大哥 你说的就是 他权力的富裕的问题 上面中央的问题 但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 你当事人的大伯也好 警察也好 他本身的良知 他自己知道 有什么应该做 有什么他不应该做 是吧 有一件事你到现在都不明白 你在台湾 你应该知道 你长委员长介石先生说过 人家重复了很多次 只不过很多朋友 就是没有注意到的人 当然 国民党朝贡 有记者问 蔡委员长 蔡先生 为什么你要朝贡 不留于位 不为余力 他答得好 他说因为 共产党 是没有人性 只有党性 这个传统 现在是党 凌鸡一切 只有党性 没有人性 党叫你这样做 党说对 你就听党 跟党 党是对 你就跟他 党错了 第二天 你自己背 一变成这样 你知道吗 是有的 所以这个党 那个教条 其实呢 其实呢 如果你真的仔细说 是比较上有问题 共产党想好好地管治中国 大陆呢 其实他做得到的 但首先呢 要将党规那里 理一理 计一计 但他怎样肯这么做呢 就是很多是有问题的 你当年可能是对的 经过这么多年代 可能有不对的地方 那些应该找那些法律专家 党的法律专家来看一看 哪些是抽出来 不要好的 放回去 那你共产党 很容易可以永远统治中国 对不对 不需要搞到这样的 那问题就是 你有时的规则法律 是过了时 不兵不二时俱进 你都不可以过 是吧 你赋予警察这么大的权力 很简单 因为你要用警察为止的秩序 这个是借口 其实是巩固你的政治权力 你怕民心思变会有动乱 你不想国家乱 既然不想国家混乱 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第一 你先做一样 以民为本 令到人民感觉党好 没有了党我们就饿死了 那人民怎么会不支持你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原因 就是 它是反过来走 你吵 我说打来 你不听话 因为你不根据党的指示 我们党是对的 当然党有些是对的 但是有错的地方 你没去执留 对吧 这样的说法 其实一个真正爱国 甚至你爱党的人 都会明白 对吧 一个规则这么久 肯定有问题 社会变了以前 哪里有网络 对吧 对吧 你如果还用回以前来管 那就会撞板 我自己辛苦 你很好 你想一想 只要对人民 有一种优势 对人民生活的方便 譬如你说清零 不是不可以清零的 譬如我的政策要清零 你外国要躺平 大家都对 我是很反对 清零的不对 错 不是 你对 你可以做 国家是你 你有权去清零 但是 清零之余 你要后勤工作 要补给的 譬如你封了个地方 那些人买不到东西 那些人就吵了 现在人家吵 不是反对你清零 你躺在这里 我没有东西吃 我想看病 你又没得看 导致我的亲人死了 那些人才吵 对不对 所以我不反对清零 我又不反对躺平 世界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政策 大家都会推行 是推出来 结果效果哪个好 对不对 又不应该一美批评清零 不对 清零没有说对不对 躺平也没有说对不对 没有一条躺平和清零 绝对是对 绝对错 但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上海的情况 就是说 清零之后 是为了人民安全 不要传播出去 是对出发点 但问题 不知道中央有没有看到 你这个后勤的补给不足 就是落到地方的时候 那些人责任者有问题 未必是你中央有问题 在地方上是有问题 只不过我觉得奇怪 我现在看到中央怎么会看不到呢 为什么会改善呢 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提出来质疑 对不对 但我相信 这些不是叛逻 不是反对 是诚心提出 觉得奇怪 对不对 现在 那些大陆的上海大陆 不是反对清零 我没有东西吃 我爸爸病了 不可以看医生 死人 那人家便生气 对不对 这个问题 好了 现在我们拍完 下一部分再见